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告纯陀基诸弟子当端如心守护如意弟子思维知身非我身所有财物亦非我许当地计较所有父母兄弟妻子五种亲属朋友知识观觉俸禄 念欲得知无有焰足未有异于我身老病死来皆不能异于我身已不能为我却知人不能自拔为道如鹰鹉鸟爱其毛尾 为涉猎者所得 贤者递之 誓四愿不随人浑神去 空位之困苦 因拔恩爱之根 觉三恶之道 得三善道 一者不负老 二者不负病 三者不负死 坚守护其义乃可得度 诸弟子闻经欢喜 前为佛做礼 佛这时候啊 告诉纯陀和各位弟子说 大家都应该都应该端正各自的心 守护各自的意 仔细的思维 端正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执心正念 不打妄想 守护如意呢 就是能够守护自己的心意 真正的呢 能够按照佛法 如理思维 如理作意 我们平时人看到了各种境界 都是随自己的妄想在那里乱打妄想的 但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应该能够善护其心 不放异 不散乱 不昏沉 能够如理作意 如法修行 所以佛说啊 大家应该仔细地思维下面的道理 仔细地思维佛所说的道理呢 就不叫乱打妄想 所以有的人说啊 要消灭这个妄心 其实妄心是不可以消灭的 虽然说是妄心 妄心和妄想不一样 妄心它有正思维的功能啊 你正思维用的还是妄想的这个心 用的是妄想的心 我们叫妄心 但是它是正思维不叫妄想 这个不一样的 那怎样思维呢 知道自己的身体 其实不是属于自己的 知道身体没有一个自我 这个要仔细去思维才知道啊 不仔细思维 平常的人根本就不思维 人人都认为这个身体就是自我 所以你打他一下 他都不干了 说你打了我了 其实这个话大有问题的 我能打到你吗 我打的是你的身体 我没有打你 但人们就不干了 都要拼命 一点都受不了 那身体本身就不是自己的 更不是自己 自己的叫我所 自己叫我 既不是我 也不是我的 是我吗 你做不了主啊 病的时候你跟他说 不要病他听你的吗 也不是我的啊 他死的时候你说 别死啊 我的身体跟我一块玩了 身体跟你玩吗 离你而去啊 毫不理睬你啊 他变得硬邦邦了 再也不会说话了 再也不会动了 没有办法了 而且要继续深入思维 不单身体不是我 也不是我的 所有的财物也不是我的 所有的财物也不是我的 你挣了那么多的钱财 请问你能用多少 你用一点点而已 其中一点点 你说吃多少 吃多了难过呀 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啊 你肚子有限的 吃多了不好消化 还闹病的 我见过我们有钱的人 买很多补药 结果他自己跟我说 哇 我吃得 这个嘴巴好臭啊 吃多了 结果找医生 医生说营养过剩 吃太多了 不可以吃太多了 食客而止 一般健康的吃饭 吃七八成饱就好了 哪可以一直往里吃呢 有的时候人真傻 我曾经见过一个人 到了这个 就是那种 自助餐的餐厅 这个钱已经交了嘛 吃多少不管的 吃很多 哎呀 想象不到的多 吃太多了 其实他忘了一条 这个身体他有一种 自我调节的功能 你要吃得少 他会努力地 吸收其中的养分 你吃得太多了以后 他就是排出 没什么用处啊 因为你吃完了 那些东西 都能变成营养嘛 你只是增加了 肠胃的负担 他把它弄出去而已 吸收不了多少 因为你把很多能量 花费在排出上面去了 所以吸收能量 可能反而不够了 不够用了 那睡能睡多少呢 你睡 一般的人需要的 一米宽 两米长 足够了 你弄五米宽 你在上面打滚啊 不睡了 没有用啊 你穿能穿多少 像台湾这个天气 请问你能穿多少 你总不能夏天 穿上狐皮大衣吧 你冬天也不能穿很多 穿很多身体感觉到沉重 负担不起啊 够保暖就行了 现在条件又好 在车里 车里有暖气 到屋里 屋里有暖气 那你穿那么多干什么 所以一个人呢 很可怜 你吃喝穿住用了 你都不会用太多 那你贪那么多干什么呢 这不是白费功夫吗 有那个功夫啊 不如自己休息一下 休闲一下 一般人不学服 给自己一点自由 给自己一点时间 西方人比较好一点 东方人现在也在学习 一个星期工作五天 剩下两天休息 过一段时间 有这样假日 那样假日 哇 很多 去玩一玩 这样的话 使那些没有工作的人 可以有比较多的位置 去工作 不要把钱都让你一个人挣了 这样我们有时间消闲一下 有时间放松一下 有时间让自己的身体 好好调养调养 学佛的人嘛 有时间学习学习佛法 这多好呢 下面呢 当地计较 你还要再计算计算 思维思维 所有的父母兄弟 妻子 五种眷属 朋友知识 观觉俸禄 我们都想 都思念的 发起想望的 都想得到 得得越多越好 没有满足 自己认为 这些东西 都有益于我 这个身体 大家都这么想 没有人不这么想 除非修行人 但是当老病死 到来的时候 这些东西 对于我的身体 都没有任何的用 没有用 也不能 为我确直 就是不能 去除我的病 我想不要 也不行 没有办法 谁能帮我 要去思念这个问题 平常想吃的东西 有了病 反而不想吃 平常想穿的 有了病 成天握到床上 你穿什么 那些绫络绸缎 穿到你的一个 病体身上 躺在那里 更难过 更不舒服 平时你化妆 你病成那个样子 你还化吗 你化了又什么用 都没用了 所以说 所以说人不能自拔为道 就好比是鹦鹉的鸟 爱它的毛 爱它的羽毛 爱它的尾巴 漂亮 结果呢 反而由于它太漂亮了 猎人专门捕捉它 你要不漂亮 还好一点 很平常的一个鸟 还好 你长得越好 越有人要找你的麻烦 人也是这样啊 你是个平常的老百姓 还好一点 你挣钱多了 各个部门都向你去化缘 各个部门的都想去你那 咔嚓一点下来 你就要应付各种各样的人 你要没有耐心 用不了多久 就打起来了 反而矛盾 佛继续说啊 贤者递之 就说想修行的人 贤人呢 在大乘佛教里边 就指的是三贤 三贤的人呢 就是实住 实行 实回向 实信的人还不算 在外面不算三贤里边的人 所以说啊 贤者 当然贤者这里的范围 可能要比这个广大 就是一种称呼啊 贤者啊 你们应该仔细地 清楚地了解 你们上边所说的 这四种愿望 都不可能 随着你的神魂走 不可能 空位置 空苦 那么这个神魂 到底是什么 有不少的人呢 问这个问题 其实神魂呢 就是指前六师 前六师里边 以低六师为主 因为在一般的人当中 不修小圣法 还有修大圣法的这些菩萨道的人 第七师和第八师 这两个师 是不会死的 它两个在一起 生生世世轮回的 断了又生 生了又断的 这个师就是前六师 前六师具有生灭的特点 第七师 第八师 它两个 总在一起 不管怎么样 六道轮回 这个第七师也不灭 跟着第八师在一起 当然 从小圣佛法来说 第七师最后 可以被消灭 它是证明 它也是一个 有生有灭的 但是在大圣佛法来说呢 它和第八师 永远在一起 因为第八师 不能单独运作的 人死了以后 前六师完全断了 所以人什么也不知道了 但是第七师 第八师没有断 如果断了的话 怎么样会生起中阴神 为什么就去能投胎 投了胎以后 中阴神的前六师 又断了 但是第七师和第八师 仍然继续 在开位的时候也是这样 当第六师 由于五根没有聚足的时候 第六师不会产生 大概有三四个月的时间 不会产生 当五根聚足了以后 才会有 那么这个期间 也只有第七师 第八师在那里工作 当然 在我们有了第六师 前六师以后 整个这个生活当中 第七师 第八师 一直也在工作 这两个师 不间断 也不休息 也没有什么病 吃药都不会喂他吃 他不需要吃药了 打针也没有用了 所以这个所谓神魂 不会随他去 就是他有可能走 他有可能不在了 所以有来有去的 有生有灭的 那么这个 是前六师 既不是第七师 也不是第八师 这个我们要了解 所谓赵剑五蕴皆空 所以五蕴里边的这个十蕴 有生有灭的 也是指的前六师 它不包括第七师 第八师 有些人讲解说 第七师 第八师 也包括在 广五蕴里边 那你看广到什么程度了 你广到任何的程度 第八师也不会在蕴里边 因为第八师绝对不胜不命 另外我们平常人 所说的灵魂呢 有种种的不同 应该有所分别 一个呢是平常人不知道 不懂 不知道中阴身 因此把中阴身叫做灵魂 说人死了 灵魂就出来了 这是一种 另外我们平常人说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有灵魂的人 这个灵魂呢 是指的良心之类的东西 善心 就说你人活得要有点灵魂呢 你不能灵魂都不要了 指的是你那个良心 那个正派的心 正直的心 诚实的心 另外有的人说 说人死了 灵魂不死 灵魂不灭 其实他误解了 所谓的灵魂一定是灭 灭了以后可以再生 他说的这个东西 还是误解了以后的第六识 他误认为第六识能够去到未来世 所以他说灵魂不灭 其实呢 前六识灭了 但是可以再生出来 因为第七识 第八识不灭 所以可以再生出来 另外一种灵魂呢 说灵魂出窍 灵魂可以出窍 这其实还是第六识的一部分功能 第六识有这种功能 就是说他一方面在身体里边 另一方面 其中一部分可以超越身体的约束 到其他地方去知道一些事情 这个是一种神通 那么过去是修了神通以后 这一识可能会残留一点 有一点残留的人 就多多稍稍会知道一些事情 人虽然在这里 但是会知道比较远的事情 这个是有这样的人 也有这样的事 不是完全吹牛 所以灵魂这个概念很复杂 我们要把它弄清楚才可以 还有的现在有些西方科学家 说探讨这个灵魂 说灵魂有重量 这个人死之前 把这个人的身体放到天平上 放到一个大秤上 当然断了气以后 什么时间 突然发现这个身体轻了一点 说轻了一点 那个重量就是灵魂的重量 这个说法很好玩 所谓灵魂 就是这个石 潜留石 石它是非物质的东西 它一点分量也没有 那清零那一点 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佛法里边永远都可以找到 世间法没有的答案 那个是中阴身 中阴身虽然我们看不到 但它是物质的 是物质的 当然有比较微弱的重量 因为它是物质 它从这个受体里边 就产生了出来了 有一部分重量 就是那个东西 所以呢 也有不少的人呢 它所说的灵魂 就是那个中阴身 那我们如果懂得这些道理呢 就应该去拔掉恩爱之根 因为恩爱就是贪 你有这种恩爱 有这种贪 结果呢 就生生世世纠缠不清 转世来转世去 转来转去 六道轮回里边就出不去了 应该呢 绝三恶之道 地狱 恶鬼 畜生 人要修行 不能入三恶道 入三恶道无法修行的 一定要在三善道才能修行 一般来说是人天两道 修行最好 人天两道里边呢 又以人道为最好 所以得到人身应该庆幸 人身难得金义得 应该珍惜自己这个人身 然后用来修行 绝三恶之刀 得三善之刀 那么下面还有一者不复老 二者不复病 三者不复死 这是什么意思 人怎么会没有生老病死呢 这当然他的意思就是 能够正得解脱 解脱了以后不会再老 也不会病 也不会死 因为生死呢 是一个假象 实际上本来就没有生死的 所以 修解脱道的人 虽然不发心大圣的心 但是入了无欲涅盘以后呢 就不会再老了 又没有人了 谁老啊 也不会病了 没有身体谁来病呢 也不会死了 没有生子不会有死 所以就叫解脱了 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也会有这种特点 你看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会老吗 无量寿不会老 会有病吗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绝对不需要医生 不需要药 没有医院 都不需要 因为没有病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有死吗 绝对没有 寿命无量怎么会有死 所以的话 另外就是成了佛以后 也不会老了 也不会病了 也不会死了 有这三种情况 是这样的 那就是要让我们 或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正解脱果 或者成佛 这样的话 就可以不老 不病 不死 坚守护其义 就是我们要护住自己的心 怎么样护呢 用佛法来护 使自己的心意 住在正法上面 这样呢 乃可得度 这样的话 余会众等 诸弟子听了佛说的这个经以后呢 非常的欢喜 大家都到佛前面来 护佛做礼 这个经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供成佛道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灾障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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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